王丹的学生理性被害人 出名控诉王丹在9年前 邀请他到美国研习 入住同一间客房 却疑似遭到王丹性骚扰 王丹他就走到窗边 看着我说 为什么我一直在用电脑 来到纽约第一次来 不看看外面的风景吗 我走过去 要看窗边的风景的时候 他就从后面用力地抱住我 接着开始强伦我 我当时其实非常非常的震惊跟害怕 李先生想起当年往事 说起话来瑟瑟发抖 他当时还向王丹的助理求助 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我求助他的助理 但他的回应只有跟我说 老师是在开玩笑 不要当真 他只是玩玩而已 他时不时的就会开始 用一些言语骚扰 有意无意的暗示 我说今天晚上跟他一起睡啊 一张张王丹住所照片大曝光 李先生秀出当年在美国拍下的照片 跟两人对话截图 证明自己所言不假 更讽刺的是 王丹这9年还持续声援六四事件 令他毛骨悚然 被害人正式对王丹下最后通牒 为什么王丹你可以 为了那一位当年站在坦克车面前的人 为他发声 我现在面对王丹你 我就像是那个站在坦克车面前的人 我很害怕 如果我一个不小心 我有可能就会被你这台坦克打死 面对指控王丹脸书发文 说欢迎提告对部公堂 但王丹招报涉嫌性骚 已经不止单一个案 蓝军怒猴民进党号称挺社运 挺人权 结果自己本身就是个大狼哭 性骚老本来就是民进党的DNA 过去在陈维廷 性骚老他习凶嘛 王丹也是讲说 好色才是男人本色 不好色才是有问题 你只要是独派这一国 那他们就当做自己人